多年前蔡依林和周杰伦传出绯闻后 虽然两人从未亲口承认有恋情 但外界早把二人视为一对 三年前周杰伦又突然爆出和侯佩曾拍拖 蔡依林也保持沉默 没有给任何回应 其中的缘由让人捉摸不透 近日蔡依林在陶晋莹的广播访问中 首度亲自剖开感情生涯最大的伤口 上昂许多过往不能说的秘密 直率道出过去和周杰伦的感情牵扯 以及如今双肌共舞引放话题的过程 蔡依林说最后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据蔡依林透露 自己看到报纸才得知自己遭劈腿 早在2005年2月周侯恋传出绯闻 她曾第一时间向南方求证 但她说没有 后来周侯二人在东京戴官山逛街的 多国亲密照片剑报铁证如山 蔡依林说她还是否认 并说那是大家要他们合照 结果还是事实胜于雄辩 蔡依林说她一方面相信自己所看见 一方面在她提分手时 竟还想着有什么方式可以继续 因为还是会舍不得 蔡依林表示 这段感情人她学会了认清男生 对于周侯恋新闻曝光 她坦诚用一年多的时间走出来 走出周侯恋带给她的伤害 不过现在蔡依林和周杰伦成为了好朋友 也是最舒适的状态